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陈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是下跌了137点 收在12591点 这12600点的关卡也跌破了 成交量稍微放大到2456亿元 今天盘是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张雨鸣分析师 老师好 明君好 投资片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台股盘面上怎么做干查呢 先来请教张雨鸣分析师 好的 今天台股跌了137点 12591 13000点的距离 感觉上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今天是一个沙尾盘的格局 量2400亿以上 当然是一个比较不OK的格局 那我们看到盘面上这样沙盘 请问应该如何来判断 判断盘式的多空 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 每个人的判断方向都不一样 那你发现最后准确度就不一样 你不能把方向搞错了 搞错了就没有 大盘的判断到底要怎么判断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前面有一个员工来找我 他说要来找我 我说好啊 那你给我约好时间 第一个 三三来迟 迟到了 第二个 随便穿 衣服随便穿就来了 那我当然就知道他不是很尊重我 今天如果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那我一定会盛装打扮嘛 就像我来上东升 因为我非常重视这个节目 所以第一个我会吹头发 把它吹得整整齐齐的 第二个我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很整齐的衣服 很体面的衣服来 那表示我尊重这个节目 我尊重我的粉丝 尊重我的观众 那如果我今天叩头散发 随便啊 东升管他的 随便你衣服穿就来了 头还不吹 那当然就是不重视嘛 这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大盘的方向到底要怎么研判 你一定要懂 你不懂你就看错方向了 不尊重你的 你把它当作贵宾 那就完蛋了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看看 大盘要先看什么 来 先看这个 大盘的这个成交值 到底要怎么来判断 大盘的多空方向 到底要怎么判断 我们先看这些族群 半导体 IC设计 PCB 生气 光学 被动人间 第一论 为什么看这七大族群 因为这七大族群 就是占据盘面上 成交值最大的族群 这七个族群 如果都是OK的 当然盘面没有问题 这七个族群 如果都挂掉了 当然盘面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七大族群 请你一定要看得懂 那我们发现这七大族群 你看我用绿色 这是挂掉的 起步全部都挂掉了 来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还有一点 一喜上存 曲线在多方 筹码线在临走 动能线在临走 所以它一不小心 就会跌破 出现卖出讯号 懂意思吗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 今天我出门 大概一点多 所以我还没看到收盘 这张图不是收盘印的 这张图是12点50几分印的 所以它不准 如果掉下来搞不好已经跌破了 好 那我们再看联电 什么格局 三线破两线 出现卖出讯号 已经整理将近十天了 它上不去了 因为卖出讯号已经出现了 好 那我们看完半导体 我们看IC设计 联巴科 哇 三线跌破转空 好像有转空一阵子了 高点763 头这边 今天的低点552 这个地方是551 拉回的幅度已经212块 一张已经差21万了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牌面怪怪的吗 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股票 当他们转落转空 势必会影响到多头的信心 这是一定的 好 赵一鸣有没有讲 有 17号就跟你讲了 今天月底31号了 赵一鸣17号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了 快要挂掉了 17号讲完 18号跌停板 隔天就马上跌停板 很神奇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整个 这个联巴科影响的是 华为概念股跟IC设计 那你看华为概念股 一大堆股票 将近46档股票 这么多股票势必会受到影响 因为华为的晶片 已经在9月15号被美国限令 不准卖设备的厂商 出货给华为做5G晶片 这时候影响到谁 影响到台积电 影响到联发科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整个华为概念股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IC设计器 继续看 好 立即 好像转空一段时间了 已经出现三个卖出讯号了 赵一鸣你有没有讲 有 17号讲的 对不对 东森讲的 讲完之后 18号跌停板 19号跌停板 投资边 赵一鸣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注意听 那马上就送你两根跌停板 礼拜一 17号讲完 礼拜二 礼拜三 连续两根跌停板 土都在这里大家都看到了 好 那我们再讲翔硕 对不对 高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格局当然是不对 瑞翼 高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格局当然是不对 林勇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京鼎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这都爱意设计 好 这个玉龙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好 艾浦三线转空有一段时间了 投资边上你看完之后 是会心惊胆跳 好 四星 格局对不对 不对 出现两个卖出讯号 今天已经打到527块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抠讯 我们今天给会员的抠讯 好 跌到538 因为盘中发的 最后缩盘是527 已经赚43块了 继续报 为什么 一张我打算赚10万块 才要回补 今天缩盘527 已经赚55块了 还有45块 或许明天就有机会达到 或许这个礼拜就有机会达到 一张10万块 一张已经跌100块 如果跌到10万块 就一张100块 所以现在看今天跌55块了 从我放空点开始 已经跌55块了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好像这个机会也是存在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IC设计 20档 20档 5档 总共45档IC设计 刚刚讲的都是IC设计有量有价的 量比较大的 成交值比较大的股票 那你看几乎全部都挂了 那你现在看这些小股票 还能够独立往上攻吗 这个机会应该不大了 所以我们说华为概念股 IC设计 包含这个半导体都有问题的 开始有转弱迹象 甚至转空了 操作上你势必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那我们再讲PCB 南电今天出现一个卖出讯号 三线破两线 之前很多人放空被嘎了一倍上去 都不对 这里开始在转弯了 转弯你要看得出来 怎么转弯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在零走 今天第三线也跌破 高档出现卖出讯号 开始在转弯了 你要看得懂 空不是乱空 你都乱空 乱空一通被嘎两倍 好 那目前格局就不对了 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空点之一 可以佐量放空 因为它第一线还没有死 三线破两线了 所以这边是一个佐量放空点 新兴的格局也是一样 懂意思吗 三线也是破两线了 好 金像电 你看三线这么脆弱 第一线在零走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在零走附近 虽然赚股票当然是非常脆弱 股价状波段新高 可是怎么样 趋势线背离 这里 创新高 这里怎么样 比较短 你看这里更长 可是这里价格比较低 所以这叫什么叫背离 当然代表高点不远 这要讲很多天了 好 当然PCB还有很多股票是转扣的 刚刚三档是最强 来 对不对 这不对 这已经一大堆卖出讯号了 好 汉尼泊对不对 当然不对 已经两个卖出讯号了 真顶对不对 当然不对 已经三线跌破转攻 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 五个卖出讯号了 华通对不对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已经早就三线跌破转攻了 所以如果你买 这种股票做多 当然就缴学费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格局已经不对了 加上原来领军的 新兴 南电金 巷电 都已经几乎挂掉了 所以PCB 最后一个强势的族群 也倒地了 哇 盘配上 群龙无首 没有办法找到男主角 所以这个盘面 就非常非常危险 好 赞民对 华通的放空 已经空三次了 已经空三次了 目前是赚12.2块 好 那我们看一刷丁路板股票 一样一大推 将近四次当股票 我们看刚刚讲 龙头全部都挂 剩下的虾兵卸降 能够冲到哪里 也很有限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那个华为干预股 还是设计PCB 挂掉了 好不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光学 欲坚光挂掉了 今天才能创 三个月的低点 好 赞民你有没有讲 有 早就讲了 7.24就讲了 不是今天讲 早就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了 好 古王大力光也是一样 这格局早就转空了 卖出讯料出现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 光学也挂了 惨了 七大堆族群都挂掉了 好 被动元件 早就跟你讲 你不要追踪股票 浑身都是问题 一大堆毛病 一大堆卖讯 就是一大堆毛病 三线跌破 转空 股价跌破 半年低点 所以如果你去买 国具的人 那你势必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有人说国具 营收创 16个月新高 18个月新高 22个月新高 为什么股价涨不动 这就是你的疑问 我根本没有这种疑问 赞民早就告诉你 营收创新高跟股价 没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我早就有这种认知 所以看它跌下来 很正常 早就不是预期 它是会涨上去 为什么 一大堆卖出去 这格局根本就不对 但是很多人 光看营收创新高 营收创新高 营收创新高 最后你就一直抱抱抱抱抱 你最下来你看 告诉我 你现在赔多少钱了 高点420 430 现言跌到330了 一张将近10万块不见了 所以你还迷信说 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会涨吗 没有这种道理 懂意思吗 营收做参考而已 营收很好 筹毛不好 照跌不误 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 那我只能跟你说 你学会还有很多要讲 股票市场不是你想的那样 赵海铭在股市20年 我从来没有讲过 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会涨 我绝对不会讲出这句话 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没有这种道理 懂意思吗 不要自以为为是 好5月13 赵海铭早就告诉你了 国际这格局不对 有讲 不是没有讲 6月11也有讲 有啊 这格局不对 叫你不要追过去 赵海铭讲 国际不对 最少超过三个月 最少超过四个月 那很多人不听 不听我们就祝福他 不一定要做我的信徒 跟我对做也没关系 你只要能够赢钱 用什么方法都是对的 我讲还不一定对 搞不好我讲错了 所以你就慢慢去体验 赵海铭跟你讲的道理 是对还是不对 好不好 好 人生最大荒唐 就是乱事上纠缠 股市上最大的荒唐 就是乱股上纠缠 那什么是乱股 一大堆卖出讯号的 就是乱股 你跟他纠缠没有用了 你再看一次来 这一大堆卖出讯号 你跟他纠缠没用 你产越久 你赔越多而已 懂意思吗 所以看到这种股票 敬而远之 就像看一个人 喝醉了 喝醉坚持要开车回家 他不怕酒驾被罚 他不怕被判刑 这样疯疯癫癫 然后这辆车去开车 我们就离他远一点 我载你回去 谢谢再联络我不用 他说喝醉 你要上他的车被他载 那有天出车祸 那不是惨了 所以人要学聪明 看到卖出讯号一大堆 你跟他搞什么 这不要跟他玩了 懂意思吗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道理你要懂 人生最大荒唐 就是乱事上纠缠 你得不到好处的 跟一堆烂的事情 在那边搞来搞去 你搞十年也没有用 懂意思吗 跟一堆烂股票 在那边扯扯扯扯 你扯再久也没有用 扯越久 赔越多 所以这句话 把它改成股市就是 股市上最大荒唐 就是烂股上纠缠 就像国区一样 赵越明这些话不是今天讲 早就跟你讲了 好不好 来 华欣哥 一模一样 你看股价是不是跌破半年低点 他今天才出现 卖出讯号了吗 早就一堆卖出讯号了 所以这是不是烂股 在我感觉上 这就是烂股 这是我的判断标准 不一定是适合 每一个人 在赵越明的股神系统里面 出现一堆卖出讯号的 这种股票我不会做多 就这么简单 那你买进去 就准备缴学费 有啊 来到半年低点 你不用缴学费吗 好 生计股 国光升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 趋线跌破了 这线会越来越往下 好不好 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 前几天 进入人体实验开高 你发现这个地方 短线的高点 有没有 格局不对 因为趋线没有犯托 你就不能追 两个卖出讯号没有克服 追上去是没有用了 好 保龄副 对不对 你看两个红棒追上去 追到这个高点 赵一银跟你讲过 趋势没有翻多 往上突破是假的 没有用 没有三线翻多 这是假突破 所以你追上去 刚好追到高点 又掉下来了 对不对 好 高端力 这一段大涨 一倍 这一段都涨不动 你做这一段 不是很开心吗 你做这一段 你会开心吗 是不是形成套牢 没错啊 赵一银 有没有提前跟你讲 一定有啊 我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我不做了 这一段你不做 来 哇 这好棒 一倍 对不对 这一段如果你去做一倍 赵一银你有进场吗 有啦 刚好赚99% 我差一%赚一倍 算是比较蛮满 但是也是赚99% 对不对 最后一出场 6月30 6月30以后 我们要再买高端力了 你看今天已经8月31了 这两个月 你去跟高端力纠缠 很多人去高端力纠缠 缠了两个月 再看一次 你告诉我 你做得到钱吗 你缠两个月 你做得到钱吗 为什么赵一银这一段不做 就卖出去闹一大堆 三线没有翻多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赵一银要做这一段 这一段就三线翻 我就给他做进去 然后我就快赚一倍 三次而已 我就99%把它放到口袋 普通会员操作的 这多完美的人生 不是吗 做股票就是要像这样 懂意思吗 以前三国有一句话 在形容孙权 孙权小时候非常聪明 生子当生 当辱孙众谋 孙权的名字叫众谋 你说我生一个儿子 要跟孙权一样 生子当辱孙众谋 生一个像孙权 这么聪明的小孩 对不对 做股票 像赵一银这样 做多 三线翻两 赚一倍 这样才是对的 懂意思吗 你买这种格局 才是对的 你就会有一倍的机会赚 那如果你买的是 这一段格局 你套两个月了 赵一银最后一直出场 再看一次 六月三十我不做了 把他放口袋 不做了 九十九发把他放口袋 六月三十到今天 天哪 天哪 你告诉我 你赚得到钱吗 这叫什么 在烂谷上纠缠 你是得不到好处的 当然只是你的伤心难过 你被骗了 你为什么去追 你已经看到很多利多 可是你不小心三线转空 所以你在那边套套套 玩不赢它 套了两个月 对不对 好 这些族群转空了 一大堆半导体 剩下台差一点点 好 IC设计几乎全部挂掉 PCB剩下一档 金像电 这两个都出现 新兴兰电都出现 卖出去 滑通早就三线转空了 生计光学 被动物件的敌人全部几乎 剩下蓝色还没有破而已 这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看完之后 盘面上最有量有价七大族群 半导体 IC设计 PCB 生计光学 被动物件的敌论 全部都倒了 好不好 所以你觉得这盘很好吗 好像没有 对不对 好 平概股 可成 早就挂了 对不对 可成卖正中 卖太头厂 卖给中国蓝丝 百分之四十产能不见了 因为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好 另外一个 平概股 几个卖去哪 你自己说 这怎么追 平概股 对不起 好像有状况了 好不好 好 我们再看 来 平概股多少 不多 快四十档而已 要小心 电子股 当平概股挂 当华尔业股挂了 电子股还剩什么 你自己想 我把题目给你自己想 当这样影响 上下有了产烈电话 它生什么关系 上游借不到单 它怎么给下游 不可能 所以电子股市 危机重重 你要看得懂 好 还有一个什么 半导体也受影响了 因为美国升级 对华为的禁令 连半导体设备 都限制你 不可以乱卖 所以这受到很多影响了 好 我们再看一些零星的 华星 卫星 挂楼 三线转空 智邦一大堆卖出信 有没有 雅德克 今天三线快要破零走了 有没有看到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再零走 第一线也快破了 真的 我真的找不到 旁边上 有很漂亮的股票 族群 几乎没有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成交子排行榜 今天好像有零星 掌停板的 这就是零星 懂意思吗 零星的一些股票 在旁边上 好像还不错 所有的老师 都在讲这些股票 但是很多族群 都挂掉 没有要讲 你看今天旁边上 每个都在讲这个 讲谁 世纪钢 对 讲栗珊 讲这个 上尾 都讲这些股票 但对不起 不就那三党 剩下的呢 剩下几乎全倒了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来 旗红 对不对 他是对的 但是零星 零星表现 长龙呢 长龙是对的 但是零星表现 好不好 好 世纪钢呢 世纪钢是对的 但是就零星嘛 好不好 好 大盘的格局 三线破两线 出现两个卖出巡号 电子股三线破两线 两线破龙 出现卖出巡号 好 金融股 天哪 一大堆卖出巡号 数不清 有人说 张老师 金融股可以买吗 那我还问你 你觉得金融股 危不危险 卖出巡号多不多 压力大不大 那你买这种股票 怎么操作 好不好 上柜 上柜没有台积电 来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巡号 格局都不对 讲到这里 所有答案都出来了 这样懂意思吗 我已经该讲都讲了 目前格局 大盘一线多两空 第一线靠临走 电子股也一样 金融股 一大堆卖出巡号 三线转空 上柜四个卖出巡号 趋势转空 所以四个字结论 岌岌可危 这是我对盘面的结论 我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清楚 你再看一遍 四个字 岌岌可危 好不好 好 单纯买卖点赚小钱 多空转换 现在就是要多空转换 赚大钱 好不好 股市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可以小族变英雄 这个小族变英雄的机会 又来的 好不好 来 东森粉丝 进来一手机 来扫描QR Code 扫描完加入东森 加入我们的Data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一并留下来 我尽快回忽你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的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掌碟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昨天礼拜天 我到台中办演讲 很多投资朋友 来问我股票 其中有不少人 问到康友 说真的 一问康友 你不是我的长期观众 对 他之前没有看我节目 因为我的观众 他不会去买康友 不可能 他说他看别人的节目买的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买康友 他说这个CP值很高 什么叫CP值 就是说又熟又大 这个本一笔 怎么样 很低 净值很高 公司很赚钱 EPS很高 叫CP值很高 他去买 买完之后 现在七根跌停板 暂停交易 明年二月交不住财报 就下市了 有人问说张爱敏 这股票不会下市 有一档股票 2018年也出市了 跟康友的情形 一模一样 一样出市连续跌停板 最后就下市了 那档股票叫和望 所以你看有没有 你现在看上市有没有和望 没有了 被下市了 所以你说康友会不会下市 那你问问和望 看和望会不会下市 出市财报交不出来就下市 没有什么不会下市的 好我们看这个新闻 这是上礼拜发的新闻 这个一大堆股票 一大堆新闻 这个跟康友都有关系的 我们财报不实 你搜索 这个什么 对券商 相关的券商扣押 要加强 交易所要加强 对KY股票的管理 说真的 看完这些股票 看完这些新闻 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因为很多人都受伤中奖了 那为什么他们会受伤中奖 第一个他没有看我节目 第二个他迷信什么 什么CP值很高 什么这个EPS很高 对啊 真的很高 每年都十块 对不对 十四块 十三块 十二块 十六块 真的很高 获利真的很好 净值很高 九十一块 哎呦天啊 九十一块就是九个股本 他的股本是十亿 他的净值有九十一亿 所以真的是净值很高 获利又很好 可是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惨不忍睹 所以你会发现 你这时候静下新闻检导 你看这些东西好像没有用 对啊 他没办法保护你 镜子很高 EPS很高 没有用 画得得得啊 不是吗 照常一样 让很多人摔一跤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开始把他打入圈的交过 你看你看整个事件 从事件发生 总经理跳船 财务长跳船 快事跳船 大家都到跑了 剩下谁 剩下投资人跑不掉 在船上 浴库无类 每天跌停板 根本卖不掉 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完这个新闻 他说没有 你现在相信说 营收很高 股票就可以买吗 股价会涨吗 EPS很高 股价就会涨吗 镜子很高 股价就会涨吗 CB值很高 股价就会涨吗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看不懂 你专业不够 股票上的学会 真的是搅不完 所以我们说分析师 表面看的是专业的距离 实际上看的是人品的距离 如果人品不对 专业就没有用了 你去买那些股票 康有 镜子那么高 EPS那么高 有什么用 很专业吗 投资人 专业没有人品就是零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实际看的是 人品的距离 不专业 你看这么多股票 跌九成了 跌九成了 一大堆了 不是一档而已 四档 八档 跌八成了 对不对 十六档 这么多股票出问题 KY股票没问题 为什么出问题 挂牌最高点 一跌就是九成 你一百块买进去 变十块 变五块 那不是印股票 换钞票是什么 还不是一档 这么多档 对不对 看得难过了 你看多少会受重伤 你想想看 好不好 这爱敏感大声说 我一辈子没有买过 KY的股票 KY就是康有 开曼群岛 一辈子都没有 做多购 放空有 做都没有 为什么 一个信箱 几近五十加 台湾三十块公司 你买我也敢 我觉得你 你胆子真的很大 说真的 我不敢碰这档股票 要放空 做多 对不起 不要 好 所以我们的分析师 表面上看来是专业距离 实际上看来是人品距离 有没有道理 好不好 肮脏的厨房 不会只有一只蟑螂 我希望 KY股票不再出问题 但是我这个希望 不一定有效 为什么 因为肮脏的厨房 不会只有一只蟑螂 不可能 好不好 大盘 两个卖出讯号了 电子股 三线破两线 两个卖出讯号了 金融股 天哪 一大堆卖出讯号了 上柜 四个卖出讯号都挂掉了 好 目前的格局非常惨烈 我只能跟你讲 四个字 岌岌可危 好不好 股市最吸引的西方 就可以小卒变英雄 头这边 今天 这个小卒变英雄的机会 又到了 好不好 来 东升粉丝 今天拿一手机 来扫买QR Code 扫买完说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细明跟电话 有任何事故问题 一边留下来 张一鸣会很快回答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属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